有什麼激發到你想重新拍花片的呢? 你太曝光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Ruby 割變了兩年 沒有拍Youtube兩年 這次就是想說為什麼我會想重拍Youtube 說回上兩條片 就是我自己個人去東京旅遊的時候 覺得自己很有型 然後自己拿著水管在這裡拍自己的Vlog 有一條片更過分 在一邊拍廁所 然後不停的三分鐘的廁所 整條片沒有字幕 這件事很崩潰 回上兩次的影片之後 我覺得這麼不堪入目的事情 就不會再發生了 兩年之後成長了 經歷了很多事情之後 就想再重新拍Youtube 我們現在立刻開始說為什麼要回Youtube 到你問我了 你問什麼 問這個 問這個 為什麼兩年? 這是不是要拍片的嗎? 那就是最近看了一本書 就是 Jo Mi Shen的 我決定我是誰 大家應該都知道 果子媚兩 Jo Mi Shen 不要再說這麼多話 那他呢 就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Youtuber 他裏面有一句說話很吸引我 就是他說 我已經做好這個死的準備 因為我想在人生做沒有後悔的決定 這個說話是令我覺得 要重新再重新重新你自己想做的事 還有他很小時候已經知道活在當下這件事 當下是說生命的一個瞬間 因為未來的事情太遙遠了 過去的事情都想來無謂了 所以他現在這一刻就是重視他想做的事 想做就是做 好 第二條 其實呢 因為過去的一年 大家都知道 香港發生了很多事 社會發生 對於很多不公義的事情 大家都會覺得很荒謬 大家都顛覆了對於正常的解釋 我看現在疫情是全球蔓延 很多人都未必會有機會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所以人生是很無常 你都不知道下一秒發生什麼事 在疫情的底下 可能下一秒你身邊的家人 我朋友或者自己 touch wood要離開的話 大家都已經沒有機會想做自己做的事 所以大家很珍惜 而現在的時光 也很珍惜身邊的人 在香港土壤上未必會有一個好的機會去發展 所以既然我能夠有一個機會 幸運地去講到自己想說的事 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就要全靈以赴去做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找到這一片的土壤去做 好 第三條 你有沒有擔心過有人看你 讚好你 有沒有人訂閱你 當然有 因為始終都停了兩年 中間一定有擔心過 究竟拍戲拍什麼題材 夠不夠爆 好不好看 樣子會不會太難看 但發現時間真的不多 還有無意中之間看到 JAM說過一句話就是 人是沒有極限的 但你的限制是來自你的思想 所以我就決定了麻木地去做 不要管了 見步行步 因為這個時候已經沒得再想那麼多了 好 第四題 這個市面上那麼多人拍YouTube 為什麼要看你啊 問得好 因為我發覺人類是最喜歡 比較和想負面的事 因為可能是我白完了 所以我的人比較熱情 又衝動 又三分鐘熱度 但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風格和定位 用心靈的影響心靈 我覺得是整個人生中最大的意義 最後一條 最重要就是堅持自己想分享的東西 其實這件事是一件很幸福和奢侈的事 那展望就是 畢竟想試的影片也有很多 最主要就是會想拍一些唱歌的cover片 自彈自唱的片 我會想拍一些星座分析的片 如果我們可以出國的時候 拍一些旅行的vlog 那就秉承我兩年前 也有自己一個人去旅行的旅行vlog 希望可以分享多一些想法給大家 分享不同的風景給大家 最主要是 令自己的人生更豐富 以及記錄一下自己的人生 到你十年後看回 對自己來說也是一個小小的成就 所以期待一下大家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就記得按訂閱 讚好和分享 我覺得很有趣 有CL線 不是 CL CLS這個字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好了 耶 好 最後 因為最近疫情非常嚴重 在全球都蔓延 希望大家安坐家中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聚餐 如果去的話 也記得吃飯之前 要用酒精初手液去洗手 也記得戴口罩 如果大家身體健康 香港也快點康復 最後就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LIKE這條影片 就是這樣 下次見 Bye 好 好